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艾瑞的環球日記 我是艾瑞 好歹囉 現在呢 今天溫度好像比較低一點 今天大概就 現在10度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上雪山 我們今天要上冰河 等一下的溫度 老爸這邊這邊 我們今天呢主要要去 他們有一個叫做 冰川天堂 是昨天呢我們坐火車 上去那個地方啊對面不是有看到 那個冰川嗎如果沒有看那一集的朋友 好不好上面 點下去喔 先看一下昨天那一集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 看到那個冰河那邊 我們是要去 等於算是登上那個冰河上面 去那個雪山上 昨天那個位置是 三千多米嘛對不對 海拔三千多 我們今天去這裡呢是海拔四千 就真的又多一千 所以會很冷 那基本上應該是中年有雪 因為冰河上面嘛 只是說今年因為熱浪來 平常啊 如果是其他年份的時候 夏天也是可以在那邊滑雪 但是呢今年呢 今年熱浪 所以就沒有辦法滑雪 但是冰河還在 就是雪沒有多到能夠滑 所以還行 玩一下還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搭軟車 拜拜 拜拜 我們要一起搭軟車 今天是搭軟車 昨天是搭登山小火車 走上上上 上軟車了 外頭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對 不過剛才賣票人跟我說 下午可能天氣會變 所以我們就 直接一路上去 一路上到頂 然後之後再慢慢下來 大概是跟昨天一樣的行程 我現在在纜車上 其實搭滿久的 搭了一陣子 然後 車馬車那邊的話 海拔大概是一千六百多 那我們昨天去的那邊呢 搭火車上去是三千多 今天搭軟車上去四千多 一站比一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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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面 基本上保證有雪 可以玩一下 然後 這個軟車蠻酷的 它是 真的幅度蠻陡的 然後 直直的往 那個 那叫什麼 馬特洪峰去的那種感覺 現在 眼前那邊 有沒有 山上就是 對 被雲擋住的那個就是 馬特洪峰 但一點點被雲擋住 比較可惜一點 不過我們這邊要轉彎了 然後 它這個纜車呢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一站一站的 就是 它不像是 其他地方的纜車就是 A點到B點 然後中間就 沒有東西這樣 就只能 就是 A上B下這樣 然後呢 它這裡是 中間還有 一站 你可以下來 你可以然後再回來 你可以下來再回來 這樣子 對 比較特別一點 OK 快到了快到了 我們現在 還要換另外一班 纜車才能到三頂 穿這種 跟剛才比較不一樣 這感覺可以搭很多人的那種 現在這個轉乘站已經 兩千九了 越來越高喔 上車囉 我們到了 到了最上面了 差不多快了一個小時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四十多分鐘吧 好像 然後 現在就上去看看 其實 我覺得現在溫度還好 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今天穿的特別多 我們到了 夏天來到有雪的地方 夏天來玩雪 一個滿滿雪的大夏天 給大家看一下 白茫茫的 這個是工作人員 白茫茫的一片 剛才看到有一個老外穿短褲 不走過去 太猛了吧 我們穿雪褲 他穿短褲 哈哈 太強了 走 走 玩雪囉 嗚 嗚 嗚 沒有了 武器了 是不是 嘿嘿嘿嘿 要有多少 有多少 哈哈哈哈 現在感覺有點冷 鼻子有點冷 鼻子有點冷 有沒有鼻子很冷 好 而且 好亮喔 等一下要拿太陽眼睛出來 鼻子動動的 不過真的很美 很漂亮 你看 哇 一片白茫茫的雪山 哇 這邊有人坐直陣機 而且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哇 太棒了 直陣機來了 好漂亮喔 來我來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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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喔 很爽嗎 好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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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那邊不要動 我幫你堆雪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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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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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豬皮第一次玩雪 你開心嗎 開心 你幫我拍一下 幫你拍照 等一下幫你拍啊 先錄影 撿一口 撿一口先撿 撿一口 這應該很乾淨 對不對 好亮 超帥 沒有啦 因為呢到雪地 那個雪面的反射真的太強了 對 你不戴 不戴太陽眼鏡受不了 真的太亮了 對啊 而且長期這樣看的話真的會 也不是說長期 就是如果真的反正才講容易傷眼睛 剛才看到都眼睛都已經白白了 都變那種紅紅色了 不過今天我覺得溫度其實還行 大概零度多一點點 零下幾一兩度而已 我覺得不是特別冷 有溫度嗎 沒有 找不到溫度 等一下再看一下 再告訴大家 到底底部 我們現在就在雪地 到處走走 是蠻好玩的 對啊 哈囉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剛剛收到一個簡訊 然後他就說 Welcome to Italy 就是因為瑞士這邊呢 他離義大利真的很近 從後面那邊 滑雪 就滑雪滑下去就是義大利了 對 然後可能因為我們手機的訊號 他現在可能 寄這台用的是義大利的 然後就變成呢 你如果網路開著就是義大利漫遊 然後就 就因為我們買是瑞士當地的網路 那如果變義大利漫遊就很貴 他好像跟我說一分鐘 還是多少 1.5歐啊 超級貴 無機貴 就是我等一下再仔細研究一下 然後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網路關掉 不然的話一下就沒了 這也是蠻特別的 就真的就在旁邊 那邊就是義大利 另外那邊就是瑞士這樣 酷喔 然後那邊 再過去一點 那邊過去的是法國 已經快到三國交界的地方 啊 啊 啊 你拍我拍我拍我拍大一點這邊就好 哈哈哈哈 好冰啊 嗯 嗯 又沒味道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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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家人鮮草跟煉乳 哈哈哈哈 其實太陽升起來以後呢就沒有很冷了 對啊 基本上不太冷了 不過蠻好玩的 這是小皮第一次看雪景 第一次上雪山 這邊海拔也快要4000了 只是很可疑的是 看不到那個 呃 馬特洪峰 因為都是雲 對啊 反而是這一半 有這個很漂亮的雪山 真的很美 好啦 那來到這個山上呢 還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它有一個冰宮 好 我們現在去冰宮 走 走囉 這是假的冰是不是 還是真的冰 假的吧 摸摸看這個地方 真的嗎 真的嗎 這真的是冰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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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冰喔 看起來好像假的喔 alive 好這樣 spelled 在這邊冰宮之後 它就一路往下 直打 不知道哪裡 很深的其實 其實 我蠻酷的 真的是冰挖出來 我坐在這邊你可以這樣咻 這有冰塊做的樓梯 這裡上面等下上去看 什麼 哇 有冰雕 看到他在撈冰塊 這結晶好美啊 好像水晶一樣 看到嗎那個牆上有沒有閃一閃的 一閃一閃的 這是狼群 冰原狼 好漂亮喔 這邊有些酒桶 這邊應該是一個Ice Bar 對啊Ice Lounge 但沒有Bartender啊 怎麼不來一杯 對 對啊 整成這樣 嗚 嗨 其實這個冰洞裡面 還蠻有趣的耶 還蠻大的 很多就是不同的雕刻 然後還有那種六滑體 還有一個六滑體 好像不是很滑 你要找到正確的滑法 降低摩擦力就好 對對對 要想辦法降低那個摩擦力 我剛才是趴著 然後就直接衝進去這樣 才會飛過去 我不是 我是一直卡著 那個坐墊還卡在中間 屁股先下來 坐墊還留在上面 蠻有趣的 搞笑 不過裡面 也是蠻冷的喔 其實 對啊 畢竟它是冰塊 對啊 全部都是冰塊 好 那也差不多 今天要結束了 我們就出去囉 拜拜 坐男車下去喔 哈嘍各位 那來到馬特洪峰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要買這個 這個巧克力 我已經別忘記兩次了 加點巧克力 對 那 它已經丟掉我們好多條巧克力 要嘛就是已經先吃掉 我們都還沒到這裡就吃掉了 然後或者是 就是 忘了帶上來了 對啊 所以這是跟別人借的道具 對 跟別人借一個道具 OK 那這個道具呢 就是要拍這樣的 它這個上面 這個三角形上面 不是有個山嗎 它這個山其實就是 馬特洪峰 像這樣 超酷 嗚呼 嗚呼 哈囉 我們現在呢 在山谷裡 我們在等那個 馬特洪峰上面的雲朵散開 它一直拔在山上 對它一直拔 然後就睡那麼一點點 對 真的是 正在等 有機會有機會 一定有機會的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看那邊 那一座就是馬特洪峰 現在後面都是好天氣 但就差上面有一 一大朵雲 一個帽子 棉花塔 對 就卡在上面 再等一下 應該就會散開了 OK 好啦我們盡力了 我們堅持了 但是實在是等不到 雲比我們還堅持 對啊 那個雲實在是有夠堅持 所以說 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纜車它到 四點十五 四點十五 四點半就最後一班了 阿鲁我們不下去 就下不去了 所以沒辦法再等 要是纜車開到晚上 那我就跟它拼到底了 對不對 對啊 所以說 沒辦法 再看一下下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掰掰了 3點14分 快出來了 唉唷唉唷 快出來了 又給最後一絲希望 我們再等一等 好啦 那 很可惜 最後 真的還是差一點點 就那個山頭 山尖上面 對 實在是沒有出來 還是擋住了 對 但是時間有限 我們也 要回去了 要回去了 好嗎 以後有機會 留個殘念 哈哈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也差不多到這裡了 這是我們 在車馬車這裡的 最後一天 今天 明天我們就要去 下一個地方了 去日內瓦啦 對 明天要去日內瓦 OK 那 心意希望大家 喜歡我們的影片 OK 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 OK 那我們 下部影片見 掰掰